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按下訂閱鍵支持一下寶寶吧 我是正在進修WCT Diploma L4的品酒師 那我的頻道呢是拍攝一些 名酒的開箱 葡萄酒的知識 賣場超市酒 試喝心得 那如果呢你也喜歡這類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按下訂閱鍵 按下小鈴鐺 這樣我們在上新影片的時候 就可以通知你囉 大家好我是寶 今天我們要來講 柏根第九神 DRC 的話 是這個 不是而且你暴露年齡了 今天呢我們要講的九神呢 的名字叫做 Anhil Jair 就是以英文發音的話就是Henry Jair 所以我可能等一下會不小心講成Henry 對於知道柏根第的朋友來說呢 他的名字就是再熟悉也不過了 因為呢他真的很有名 所以呢 只要能夠跟他扯上關係的話 在行銷上面都一定會跟他扯上關係 所以譬如說很多人都說 喔他的船人啊 他的徒弟啊 鄰居啊 什麼什麼的 就是好像只要 講了他的名字就可以孔上一層井 然後你的價格就可以變得 比較可以理解 比較高 那在這個影片的最後呢 也會幫大家整理 跟他有關係的人喔 但 對於不認識的人來說 就只能說他是一個連周杰倫買到 他都會 拿來炫耀的一瓶酒 你剛剛有提到DRC嘛 那DRC其實呢 他 他從很久以前就很有名 但是呢 剛剛講的這個 亨利 他是從1980年代開始 就是靠他一個人 不是這樣世世代代傳下來而已 他就是那個第一個人 然後在非常短的二三十年的時間之內 就一串成名 而且呢 很多人都受到他的影響 甚至也可以說 整個伯根地 都有受到他的 釀酒哲學的影響 他立他出生於 Vonne-Homene 原本就是伯根地的當地人 他後來呢 在Dijon這個地區念釀酒系 那大學畢業之後呢 剛好是1945年的二戰後 那時候呢 他就幫凱慕斯家族管理葡萄園 那他那時候簽署的是 電農合約 就是有一半的收成呢 是凱慕斯家族的 但另外一半的收成是可以 歸他自己當作是報酬這樣子 他堅持在釀酒之前 所有的葡萄呢 都要先去梗再去釀 那因為他覺得梗 會給酒帶來太多 比較清澈一點的丹寧 那如果你一瓶紅酒 他如果沒有丹寧的話 他也沒辦法發展得很好 而且會少一些結構 但他需要的是 皮上的丹寧 所以為了增加結構呢 他發明了一個 冷泡果實 卻不發酵的方式 就是在傳統的泡皮發酵 程序之前呢 用10度浸泡1-4天 減少除草劑的使用 他也不用 甲肥低產量 提高果實的品質 喝酒之後呢 他不過濾 盡量保持更多的原汁原味 你剛剛講的那些瓶酒會好像 還蠻想聽到的 對啊 雖然現在有很多人這麼做 但是這些概念呢 在當時呢 都是非常的新穎 有點像連發公認式的感覺 那一般公認呢 他的代表作總共有三個 一個是李奇寶特輯園 第二個是他自有的伊瑟索特輯園 第三個呢 是他一生中最執著的 克羅帕宏圖一級園 他對這個一級園做的事 其實是最... 很嚴重的 1951年 Henry呢 他從 Hurbelo先生的手上呢 買下一塊 默默無名 而且已經被廢棄的 Vonne-Homany的葡萄園 那雖然這個葡萄園呢 就在非常有名的李奇寶的隔壁 就是真的就是旁邊那一塊而已 而且呢 他也是東北的坡象 就跟李奇寶是一樣的 但是 因為他的海拔比較高 所以呢 是比較涼 而且呢 土地非常平積難種 當時呢 是極度不被看好的地塊 其實呢 在二戰的期間 Henry曾經在這一片土地上面 種過羊稷 然後羊稷的那個根 扎了之深了 他花了一到兩年的時間 才把羊稷的根 完全的除乾淨 接著呢 在薄薄的一片土壤之下呢 就是大塊大塊的石灰岩 有些在他的記憶裡面呢 是跟一個汽車一樣大 為了可以鬆動土壤 然後讓葡萄樹可以在這一片土地上面生長 他還用炸彈去炸岩石 他自己回憶起來呢 曾經說過他大概炸了四年 在1953年的時候呢 已經年邁的凱慕斯家族的那個太太了 他又把他手上的一小塊 克羅帕紅塗的這個地塊呢 交給了Henry 這個時候呢 Henry他的手上就大概有45公母的克羅帕紅塗 在這個同一時間 他又想說抱著試試看的心靈 用這一塊 他有的這塊土地呢 拿去跟法國的法定產區管理命名機構 INAO 申請將克羅帕紅塗這塊地呢 變成一級元 沒想到 在當年呢 都還沒有產出那塊土地的酒 然後那個機構就答應他的升級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除了眼光好之外 運氣也很重要 我也覺得除了眼光好之外 運氣也很重要 之後在停車場等停車位 也許那個走過去的人 就是要把車子開走的人 那你怎麼樣分辨 他是要去停車的人 還是剛從車子下來的人 所以運氣很重要啊 不過呢 他對這一塊地 期待非常高 比如說他雖然已經擁有這塊地很久了 可是呢一直到1976、7778年 他才開始把自己的名字 寫在酒標上面 尤其是他剛開始要寫的時候 比如說像1976跟1977年的時候 他還把這個原本是一級元 自己降級貼為 就是Volnet Homony的村莊集 所以你買到1976、77的村莊集的人 我都賺不著了 對啊 不過我猜現在應該也買不到 上次我們也是喝一個 有點類似的啦 就是我們喝的那一瓶 那一瓶呢 我們上次查市價是9萬嘛 那你覺得酒生一瓶最貴多少錢 大概10萬塊 在2018年的6月17號 Henry他的家人呢 把Henry自己 就是他自己釀酒之後 會自己收藏在自己的私人酒窖裡面嘛 把那一批私人酒拿出來拍賣 這瓶酒呢 包括855瓶的750mol 就是我們那個正常Size裝的 還有2095瓶的1.5公升裝的酒 年份呢 是從1970年到2001年不等的年份 最後拍賣達到的金額呢 是3450萬瑞士法郎 相當於是10億3000萬台幣耶 打破所有之前葡萄酒的拍賣紀錄 這瓶酒可以買100多台的藍寶尖泥 你覺得怎樣 那要很大的停車場 那如果換算的話 這樣大概每750mol 就是每一個正常品裝的 是104萬台幣 難怪你說連周久人買到 都要PO文炫耀一下 對啊 因為連有錢都不一定買不到 那我開頭時說過了嘛 就是 因為酒神實在是太有名 所以呢 任何博更帝的酒莊 或者不是博更帝的酒莊 只要能跟酒神搭上關係 他就會想辦法搭上關係 所以行銷上面就一定會 想辦法使用他的名字 那我這邊呢 試圖有把能找到的資料 都整理了一下 那當然我不認識酒神本人 跟裡面的相關人士 所以呢 如果資料整理了有誤呢 也歡迎大家一提來跟我說 那第一個呢 我們要講的他的真正的傳人 就是他的職子叫 Yménial Fouché 那為什麼講他是真正的傳人呢 因為在2006年的時候 Henry去世了 那他的那個酒莊的裡面的 就是這個酒莊呢 就是直接傳給這個職子 那其實呢 在Henry還在世的時候呢 職子就是 已經一直都跟在他的身邊 跟他學習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呢 能夠把他設為是真正的傳人 也是理所當然的 職子現在酒莊的名字叫做 Yménial Fouché 那職子的酒現在大概多少錢 我上次查了一下 好像大概9萬 哇塞 那很可疑 哈哈 就已經說是敵傳弟子了咩 那第二個 可以被稱為真正的傳人了呢 還有 Jean Nicolas Mio 那這個家族其實就是 凱莫斯家族 一剛開始跟年輕的酒生 簽訂電農合約開始 這是一個長達幾十年的合作跟友好關係 一直到電農關係在1987年的時候結束 但是在那之後呢 其實年輕的莊主也是 繼續聘請酒神來當他們的釀酒部位 所以當時就是讓年輕的這個莊主 就一邊學一邊煮 一直到2000年 那他們的酒莊名字呢 就叫Dome Mio Carmos 接下來這個類別 我把它叫做是 跟酒神學習過有受過他指導 那可能是助理釀酒師 朋友或是鄰居 關係眼鏡差很多耶 對 因為 不認識他本人資料有限嘛 我們就把它一起列出來 而且酒神呢 因為他人很熱心 他就是有點像當地的一個 很熱心的老前輩 其實大家都會去詢問他的硬件 那第一個呢 我們要講的是 叫Didea Dagonon 羅雅爾河 狂人大師呢 他據說曾經跟酒神 就是學過了釀酒 怎樣關係 不清楚 那接下來呢 就也蠻多的就 第二個是Domaine Chalopan 換你手 Philip Chalopan Domaine Flau Duga Domaine Flau Duga 再來是Domaine Tauss 的Pascal Marshall 天地人酒莊 Dou Duman 種田黃絲 那最後呢 還有三個人 我覺得是比較有爭議性 第一個酒莊呢 是 Domaine Souvene Choutan 他是有一些中文的資料 一直說 他被酒神情郎相授啊 什麼什麼 但是呢 我去查了一下 英文或是法文的資料 都沒有發現 他們有很強烈的相關耶 所以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跟我們說 他被Alan Meadows 稱為是 酒神的接班人 但是呢 就他自己本人 好像是沒有真的 跟Henry有任何的交流 或是接觸 那只是 他被酒評價說 很有自己的一派風格 可能未來會變成新的酒神 也說不定 所以很多人就會用 酒神接班人的名字 Domaine Jean-Yves Bisseau Jean-Yves Bisseau呢 就是 有些資料就一直說 喔 他就是 住在酒神的對面上 他的鄰居 受到他很多關照啊 影響啊 交流啊 什麼的 可是有一些資料就是說 雖然他們坐在對面 可是 他們兩個是全無交流 然後完全看不對耶 而且呢 作為佐證呢 還說 Jean-Yves Bisseau 他釀的酒 完全有梗 那不就跟我一樣嗎 哪裡 有梗 你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